嗨 我們現在在這個高速公路上面 王老師駕馭著他的行車 所以要帶我出去繞繞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不冒險 這高速公路這一直走就到台北去了 我們今天要去台北喔 沒錯 假的 真的 我們終於離開桃園了 終於可以邁向台北市了是不是 所以今天是有台北的房子可以看 有一間真的 很獨特的歐式大別墅 歐式大別墅 不能美式的嗎 一定要歐式的嗎 歐式比較好 我喜歡台式的 所以你說在台北的一個歐式大別墅 那根本只能當藝術品看 應該貴到爆掉吧 一般人接觸不到 說貴不貴 說貴不貴 高貴不貴 但是也是有一點貴 有一點貴 好 那我們現在在高速公路上 實際到現場去再跟大家分享 Let's go 台灣總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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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huge 台灣總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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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老師到了是不是 到了 經歷了千辛萬苦 終於到了台北 這個台北 哇台北的房子都很高級 而且你說的是別墅耶 看一下看一下 喔一看就覺得很高級的感覺 然後稍微的看一下 像他這個房子 就是這一區幾乎都是這種透天型的 應該講說他們是同一塊地 然後一起蓋 然後池分這塊土地 池分這塊土地 像我們這個土地的池分就很大 86坪 那是這一棟啊 這一棟就是前面這邊是一個露台 然後上面是1到5樓 上面都是 所以這是算是1到5樓 這邊是地下室 這邊是地下室 它的那個錢院在前面 所以我們現在在後門啊 後門車庫 然後這邊算地下室 像它這個也是地下室 你看那邊就比較高嘛 那這邊比較低 然後這邊像這一區幾乎全部都是這種透天別墅型的 而且這一戶感覺很大千 你看光是這一個進來 太深了吧 你看 這個可以停兩台車 四台車 左右都是我們的 這兩戶都是 真的耶 這邊還可以再停兩台 那個停 所以可以停四台車 那可能這個屋主目前在這邊有做一些工 這個是最好開 你不是喜歡賣中古車嗎 買這個房子最適合 你停四五台車在這裡 然後要整理要幹嘛自己弄 所以進來光是車庫就這麼大 然後他車庫這邊還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空間 所以這邊摩托車還可以停個四五台 都沒問題 所以現在屋主有在家嗎 他在家 他躲起來 那所以這邊進去就是屬於這個房子的本身 B1還有一個這個空間算是一個接待區 他算是里外分隔 里外分隔 他把他隔起來 這上面是木頭隔間 所以如果這個把它弄掉的話 他還可以再進去 搞不好還可以再多一台 這怎麼有三溫暖呢 這個三溫暖 真的還可以用耶 但是現在變堆放雜物 對放雜物 這東西很多的感覺 這邊就是目前的一個狀況 現況是這個樣子 那地下一樓還有一個 這個算是廁所 也算是大廁所 算是校清房的廁所 感覺就是比較 就是老人家 可能可以用這一間 這不是房間啊 這是房間 其實他空間夠 空間夠是不是 而且他還有裝電梯的位置 還有裝電梯的位置 在哪邊 就是這個廁所的位置 這廁所的位置是電梯 它上面是天井 所以他可以從上到下 這邊敲掉換成電梯對不對 OK好 那我們可以直接上去嗎 走走走 欸王老師 我的腳程比較快 我先上來 它一樓是客餐廳的格局 像這個地方是餐廳 這邊是客廳 客廳過來以後 感覺是一個大客廳 然後這邊又有一個 算是挑高的一個格局 現在你要買到 一般有這種挑高 不可能買到這麼高 我們上次去看到 桃園也有那種別墅 我上次去看鴻喜山莊 那個也有挑高 但是沒有這麼高 這感覺是比兩層樓還高 六米四 然後這有一個大片的落地窗 所以其實客廳在這個地方 也可以 但這邊好像也可以 都可以 非常的大 看你要怎麼規劃 要怎麼規劃都可以 大就是好規劃 然後因為它是整片的落地窗 所以其實這看出去旁邊的樹 樹好像有點多 因為它剛好是面對陽明山的 這算是後山 後山 對 所以就是會看得比較多 綠色植物就對了 這是什麼 講公同像 這是雕樹林 雕樹林 非賣品 這邊有一個好像是門 是可以出去是不是 這邊是一個玄關區 這是玄關區啊 這玄關區怎麼 就天井 我剛才講的天井 如果你要裝電器的話 這個門可以打開掉 可以改在旁邊 然後這邊變成電梯 你看這直接是天井 可以到每一層樓去 這個外面是什麼 看一下 來來來 又是另外一個玄關 我們直接出來 喔 好像 有動物耶 這邊有一個前院 對 它有一個魚池 它是下面養的魚 喔 來 這邊是它的前門喔 對 前門 喔 車子好像也可以 開到這邊來 對 但那邊好像有一個登山步道 那邊好像也可以走 可以直接浮染整個 陽明山 可以看到那個 101大樓 101大樓 可以爬上去就對了 你要爬上去 你要爬 OK 好 我們房子趕快來介紹 不然會介紹不完喔 走 好 那進來 就是 剛剛玄關跟客廳看完 我們來看一下餐廳 他餐廳非常的大 這個放兩張羊肉爐的 大餐桌都沒問題 欸 楊大師 沒我們過年來這裡開羊肉爐 好嗎 嘿嘿嘿 來這裡煮羊肉爐 兩桌都沒問題 超大的 你看 超大 然後這邊有一個廁所 來 廁所好像也蠻大 目前應該是 沒有什麼在用 對放雜物是不是 屋主目前還住這裡 太大了 然後這邊是廚房 廚房也非常大 這個廚房根本就是 我們的客廳的大小 超扯的 因為這個房子非常大 非常大 那這些細節 我們就不講 我們跟大家講一下 空間跟格局就好 這裡還有一個 露台 這個露台等於是 我們剛剛車庫那一面 目前種了很多植物 然後出去就剛剛那個區 車庫的那一區 所以其實公共區域應該 大致上是這樣 我們去看一下 它上面的一些房間區好了 那一樓的部分 除了這個公共區以外 還有一間房間 這間應該是目前屋主有在用 有在住 東西比較多一點 我們就不拍得太清楚 這邊好像也有一個廁所是不是 還是 那個衣櫃 衣櫃 那邊有個陽台 東西比較多 那我們去樓上看 樓上應該有房間 有 好 上來這邊是屬於二樓 我們其實已經爬了三層樓 因為從B1開始爬 有一點點累累的感覺 這邊算二樓 二樓的地方就是 跟很多這種屬於 美式大別墅有挑高的一樣 這邊有做一個算是 他們說是這個叫家庭客廳 就是我們 第二客廳 第一客廳可能那邊是會客 這邊是自己家人在這裡 你看卡拉OK Switch 什麼都放在這邊 鋼琴也在這邊 這邊又有一個按摩椅 所以家人可能都在這邊 睡也睡在這邊 然後看下去就剛剛那一個 大家想像一下 因為現在屋主東西比較多一點 如果你把你家的客廳 整個都弄好 然後整個擺設 擺設成你喜歡的樣子 是一個什麼樣子的場景 然後二樓的部分有一間房間 主臥室 我們看一下 這間主臥室就比較大一些 這個燈給開 它這個冷氣是這種古早味的 這樣子 中央空調的冷氣 因為這邊屋主的東西還很多 所以我們不用拍 不要拍太仔細 前面有個客廳 不是客廳 這邊陽台 那邊有它的內褲 我們就不出去了 這邊有它的衣櫃 那邊有個衛浴 空間 這邊還有一個陽台的部分 不拍得太細 二樓有一間主臥室 跟一個小客廳 我們去看一下三樓的部分 三樓的部分 我們到這邊看起來 是有兩間房間 前後 我們先看一下後面這一間 目前應該是空房 跟主臥一樣大 跟主臥室一樣 主臥因為目前東西比較多 所以你會覺得比較雜一點 但是現在這邊看起來還OK 蠻大間的耶 非常大間 然後那邊好像還有一個更衣室 然後這邊有一個大陽台 這陽台超大 然後這個更衣室 這邊有一個廁所 樓下廁所剛沒拍到 也是一樣有一個 這個算是 歐洲才有的洗屁股專用的 這個是有錢人才會有的配備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小陽台 小陽台的部分 那我們去看一下另外一間房間 這邊是三樓的主臥 我們三樓的客房 三樓的客房 電風扇自動打開 一隻鳥 我嚇一隻 這個屋主也是有養貓 大概這麼大 目前是放了 他的一些 算是 書 那邊也有一間廁所未遇 那因為目前可能 這間沒有處人 所以他把它變成 他的衣櫃 然後前面也有一個陽台 這個陽台看出去就是 整個陽明山 很漂亮 整理一下 一定更棒 現在就是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整理 以前可能大家庭住在一起 然後後來就一直慢慢搬出去 他就自己一個人住 可能沒有整理 感覺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四樓的部分 四樓上來了以後 一樣是有一個 有點像客廳的地方 這個客廳的地方有放看到一個 這個抽鴉片的 黃老師 你如果躺在那裡 我真的就是 你是慈禧太后旁邊的小李子 公親王 這個 最有歷史 這有歷史 有歷史 南投林家 霧峰林家 他們是 同一個師傅做的 同一個師傅 那這個櫃了 這個古董 這個感覺是好的木頭下去做的 那這一間就是 算是四樓還是三樓的客廳了 四樓 四樓的客廳了 那進去裡面還有一間房間 這間也是空房 這間空房 對 感覺的出來就是以前可能大家庭 然後整個住在一起 那種很多人的感覺 後來慢慢一個一個搬 搬出去了以後就是 整理起來 就是現在感覺就是有一點落寞 所以屋主應該是想換小間了對不對 對 看得出來 現在是一個人住 一個人住 就是太大了 看了也是 所以他想要換小間了 那目前這一間感覺是有整理的 那一樣是套房 然後一樣空間都是一樣大 然後最上面還有嗎 還有 真的假的 上面就是平台 喔 上面就是一個 有一點像 天台 天台就是頂樓啊 頂樓還有一個小的儲藏室 在那裡 然後過來 看出去那邊就 星光大樓火車站那裡 對那邊是關渡平原 關渡平原 在那裡 這樣看出去一覽無遺 這邊等於 等於說是前面有感覺是看出去是平原 後面是山 對 類似這樣子 對 那這個 這個在北投本來有一區本來就是有錢人住的地方 然後再加上這個土地感覺真的很大 對 這一定是天價 我們就是當作是這種 單純欣賞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可以入手 但是至少它是這種夢想房好了 這個整理起來很像那種 以前我們看一部韓劇那個有沒有 浪漫滿屋 人家是在海邊 我們就在山邊 也不錯 那就是這種房子也是挑人買 有需要這麼大空間的人可以參考 又是在台北市的門牌 那我們好好分享一下 這裡是北投 離捷運站 感覺剛剛就是離那個市區也不遠了 一下子而已 因為我們就爬一小段那個山坡路而已 但是爬了五層樓還蠻累的 可以動電梯 好 那這樣子就是離捷運站那個老區不遠 石牌那邊不遠 那這樣子的坪數 土地大概幾坪 土地目前是86坪 86坪 那86坪建坪大概幾坪 建坪建到162 哇塞 我們剛剛難怪那麼累 因為我們爬了100多坪 真的很大間 162坪 土地80幾坪 台北市的門牌 離捷運站可能幾公里的路而已 幾分鐘的路程就開車 因為住這種大房子的人 就是都是開車 這樣子 160幾坪 屋主開價多少錢 目前開價6688 6688 6688 好像桃園有一些小房子 也都開到這價錢 桃園 桃園真的有一些大樓的 也沒到160幾坪 也是開這個價 因為主要其實跟屋齡有關係 這個屋齡比較舊 對 這屋齡33年 33年也還好啊 它的單價 坪數聽起來是還蠻可賣 就是每一坪42萬 42萬 但是老實說啦 房子便宜 不代表你進來就不用花錢了 進來可能還要花一大筆錢去整理 包含他可能有一些裝潢 比較老舊 或者是他有一些 可能會有一些聖水的問題 可是剛這樣看好像也沒有 還是有一些避來 避來好處理 那他這個頂樓已經做這個棚架了 代表說他已經避免到很大的一個風險 OK 好 那如果你對這房子有興趣 歡迎跟王老師 右下方有他的聯絡房子 你直接到現場來看 因為這種房子很挑人買 真的是這個夢想房 但我目前還沒辦法 看王老師能不能買下來 我們過年來這裡吃羊肉爐 那如果你最近買了新房子 想要分享買房新的 或者是裝潢新的 歡迎跟我聯絡 第一則留言有我的聯絡房子 那如果你是最近買了新房子 舊房子要脫手 歡迎找王老師 我們期待有更多人來一起吃真心話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 就